郭爱伦传离队 蒋兴权将退球 大汗缺接班人 杨明更大麻烦在后头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就这样辽宁队的终于在CBA的总决赛当中拿到总冠军了对他们球队来说 终于是可以松了一口气了 毕竟上个赛季的家门口输给广东之后的话对整个球队都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本赛季终于能够把这个遗憾给补上对他们来说的话 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忘的时刻 当然其实啊那么这一次拿到总冠军之后呢接下来对辽宁队来说呢他们之后的个周期 任务会更加繁重 因为现在呢他们已经站上了巅峰那么其他的挑战者呢会向他们正式发出挑战 对整个辽宁来说他们后续想要去保住这样那个荣誉的话 其实呢需要背负很多东西也需要去注重很多东西 所以呢在这一次比赛结束之后啊其实对阳明来说呢 在收到总冠军的好消息的同时其实接下来 也面临着非常多的一些挑战以及困扰 接下来就和大家具体分享一下 首先从目前来看呢 杨明呢需要去面临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郭爱伦呢接下来是否能够留在球队的问题 目前从合同上来看的话 郭爱伦呢本赛季的合同已经正式结束 虽然说他在辽宁这边是拿到一个顶线的合同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那么本赛季呢 在总决赛当中不能够拿到MVP之后啊 郭爱伦呢都受到了打击 还是蛮大的 而且呢他也在直播间当中的透露出一些比较消极的情绪 就觉得呢在联赛打比赛没有在家里面和朋友打比赛 比较快乐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很多球迷自然也非常担心 郭爱伦呢会不会在本赛季结束之后彻底出走 辽宁队了 如果说啊郭爱伦真的不打算序约呢对整个辽宁队下一个赛季的争冠了 影响了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首先第1点对杨明来说接下来是否有把握能够说服郭爱伦 继续留在辽宁队的话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挑战和问题 那么第2点呢就是蒋新权将要退休了 目前的根据辽宁媒体的报道的话那么蒋新权在完成本赛季的任务之后呢 将会正式退出球队 进行退休 因为他现在年龄呢本身就是超龄了而且呢非常的辛苦 这次完全就是拖着比较疲惫的身体呢 在帮着弟子杨明来称反两个两个赛季 目前的杨明逐渐能够独挡一面的话那么其实接下来的话 蒋新权呢也可以退下去 好好去过他的退休生活了 所以接下来呀随着蒋新权退下去之后呢 杨明一个人能否称得住整个辽宁队后续的一些发展呢 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呢要说一下韩德军了 我们知道韩德军的现在他们的整个球队还没有给他找到一个真真正正的意义上的接班人 目前来看呢大韩在总决赛几场比赛当中呢多少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虽然说在他比较糟糕的一个表现的情况之下呢 莫兰德能够顶上去 但是我们也知道外援毕竟是一年一千 而且的话那么莫兰德不可能一直留在辽宁队 所以辽宁队在后续想要一直保持优势啊 在内线方面呢必须得寻找一个真真真正正 能够称得起这个祝梁的一个人物 能够去接班大韩的一个啊这个顶线的人物 所以其实对整个球队来说呢这也是一个同样的问题 所以目前来看的综合这三个问题 问题来看对姚明来说呢 他想要去维持辽宁队的辉煌 继续去巩固辽宁队的王朝的话 这三个问题 首先在下一个赛季来临之前呢 他就必须解决 而且从目前来看对姚明来说呢 如果说他这三个问题不能够解决啊 后续呢还有更多的一些麻烦 首先在下一个赛季我们看到的话 目前不管是上海广萨浙江队呢都已经是 涌现出来变成了一个大黑马 那么对辽宁队来说呢 在下个赛季再想这么轻松去拿到冠军呢 恐怕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如果接下来你像郭爱人呢不确定能否留队那么之后呢 那么在一些内线方面也出现问题呢 杨明想在下一个赛季继续拿到总冠军的话 可能就是吃人说梦了 所以从目前来看对杨明来说呢 接下来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赶紧把眼下的这些问题给解决了 下个赛季才能够争取 下到最后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